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屏东县潮州2日凌晨1时和3时接连发生两起刑案,海军陆战队上宾和盛文被枪杀枉死,而坐在白色宾室车上被打成脑死的大专学生黄建军,今天清晨5时38分家属同意把管,海陆上宾和盛文遭枪杀案, 起因于男子王念平不满女友遭到男子银子详辱骂,于是妖银理论,结果第一波在加油站发生动殴,造成王男友人黄建军等三人受伤,双方又枪声撂人在同一条路上相隔300公尺的另一家加油站判输赢,不料,当时刚加完有准备驾车离去的德陆战队上宾和盛文却遭拦车误杀,综合媒体报道, 黄建军当时昏迷指数仅三分,昏迷六天后,家属金晨5时38分同意把管,医生宣告死亡,黄建军的家属表示,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还是很难做出决定,金晨家属忍痛同意院方为黄建军把管,黄建军家属指出, 由于黄建军曾被指认是王念平同伙,希望检警能将案件厘清,别把将黄建军贴上帮派分子的标签,还其公道 黄建军